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播割网户 今天在网上买了一款绑构器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下 究竟它整个好用不好用 来讲解一下它的一个优缺点 这就是一个介绍的全金属的一个绑构器 整个材质是还可以的 市面上绑构方法就两种 一种是另外一种的长老方法 然后一种就是这种 一个叠两个叠三个叠三个粗叠 然后通过旋转 来造成一个长老的一个效果 这种其实卡片卡 它的原因比较在哪里呢 它触跌比较多 触跌比较多的话 是吧 你说这个叠不上线 那这个叠上线 这个叠不上线 那肯定会有上线的地方 它这个是因为全金属的嘛 大勾还好 我试过 这个小勾是比较不容易卡的 你这个大勾放进去的话 买问题 买问题 而且这个产品也不带说明术的 而且它这是一个金属螺丝嘛 就算这个东西比较好用 这个螺丝旋转的话 你知道它有寿命的吧 螺丝可能用力过度 造成滑湿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整体的 不过这个牢固度还可以 至少这个勾的牢固度还可以 然后我们试一下 这个是一个秋蝶糊的二号钩 一般我们绑钩器用来就是绑小钩的 你看这个钩太小了 它上面有个档口 所以钩都比较不容易放进去 我绑个钩是吧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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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吧 多麻烦 看到没有 还动的 你要不动的话 你的很紧 你的很紧的话 你用力过度 它就会造成滑湿 而且这个压子这个勾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造成 这个对勾的一个损伤 板勾方法 就看一下下面这个视频 所以最后我 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大钩的话 尽量大家学习一下 这个手板鱼钩 手板鱼钩有那种滚指板钩法 还有其他的方法 板钩的方法很多 但这个板钩器的话 你说真的 可能对眼睛不好的人 你可以拿过去尝试一下 一个大钩的伤线 那肯定也是不吊嗨坑的 吊普通野钩的话 而且不是绑纸鞋双钩 我感觉这个绑纸鞋双钩难度很大 绑的话 除非就绑一副 如果要绑得很整齐的话 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它整个浪费线的程度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 市面上现在这么多板鱼器 感觉没有一款 很合适 很好用的手动板鱼器 还是大家用手绑比较 这个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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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